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演员了 我也是经过一些事情的 我在生活中也经过一些事情 找到一个能跟你对话的导演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那其实我也不敢大家说 在来之前 我其实对于我演戏 以及演员这条路的信心 是非常的在风中摇曳摇摆不定 我在这段时间的摸索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对或错 因为表演一处不存在客观的好坏 只有主观自己觉得好与不好 那我觉得凯特导演之所以 能够在这个位置让大家崇拜 以及佩服 就是因为他对于艺术的一个呈现 必定有他的一套 令大家折服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对话当中 也许我可以确认自己的方向 在和陈凯哥导演合作的过程中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导演在当下 跟我们合作的那个氛围 我们只是一群很认真 在玩游戏的孩子 你对一件事情有最纯粹的热忱 那就是孩子才有的心态 大家要全情投入 真的热爱 才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 其实我也很老实地跟导演说 我来这里之前的心态是什么 然后导演回馈我的一句话是 亚伦其实你很有天分 这句话真的在这段日子就算是救了我吧 然后让我的这个步伐 可以踩得更扎实跟踏实 除了同组的演员 有没有其他想要同台标系的演员 我其实真的很想再跟荣耀合作 对 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就是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 你就是打打打打打打 我就是要走别的路线这样子 他比我更怪 那时候我在我第一次合作 第一个镜头我就感受到 一直到现在他那个氛围 那个感受 那个给我的感受都还没有变过 每次看到他的状态都是很 其实极度松弛 松弛是他心态 不是他的皮肤 总是说你自拍没有他拍好看 你要怎么回应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因为帅不帅这件事情 说实在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在微博上关注的最多的内容是什么 傻瓜 乱讲的 我就问他说 今天热搜有什么 然后他说 今天热搜很平淡 好那算了 那最希望自己上热搜的话题是什么 林亚伦可以是演员 以及林亚伦是一名作曲人 麻烦大家了 你怎么面对网络上的一些流言蜚语 网络世界不等于全世界 因为经历太多了 然后当时第一次经历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哇完了这个 连门都不敢出 但事实上你走出去之后 其实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事 你知道吗 大家生活里面有太多事情 好的批评 你可以去听 但其他的谩骂啦 其他的那种不负责言论 我说真的 他现在一点都喊动不了我 你内心对于好演员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你必须要真的很真挚 然后你对生活要认真 在微博上如果你想出圈 就是失落不高吧 其实陈凯哥导演是一个 具有鬼畜性格 可爱的导演 我的理想型是一只 不甘寂寞的泰迪熊 说这一 Carla的人 那个川西高 样 би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准备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